委員一將拔路兒 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理行程並被質詢 邀請盟葬委員會委員長林美珠 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宣讀完畢 好 那個 我來介紹一下列席官員 我們原民會的一將拔路主任委員 還有我們的伊萬納威政務的副主任委員 中興華常務副主任委員 沒有來嗎 有 有 有 謝謝 那其他 我就念過不一一介紹了 就說綜合規劃處 交易文化處 社會福利處 經濟發展處 土地管理處 公共建設處的處長 跟副處長都有列席 那其他秘書室 人事室 主機室 政風室的主任也有列席 還有我們援助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的王惠玲 王主任 那另外我們援助民族文化基金會的周惠明 周董事長 還有拉瓦古姓執行長 副執行長 柯瑞美副執行長 那另外盟障委員會的委員長 林美竹林委員長 那決安辭人委員 那參事兼主任秘書陳明仁 陳參事 那另外我們的盟室 障室 總務 當個處的處長都有列席 編議室 人事室 主機室 政風室 主任跟代主任也有列席 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原民會的主委 一將八路做業務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應邀報告本會業務推動情形 深感榮幸 首先感謝大院及各位委員 長期以來對本會業務的督導跟支持 使原住民主事務能夠穩定發展 族人對各項潛意也依法獲得保障 原住民主委員會業務範圍廣泛 本人再次受命擔任主任委員 深感責任重大 原住民主是我們台灣原來的主人 本人也將遵行總統 以及院長接軌國際保障員前的指示 推動各項業務 以下請就本會105年1至5月施政重要成果 以及未來施政重點 則要進行報告 進行各位委員指教 相關詳細資料 請各位委員參與書面報告 有關105年1至5月施政重要成果方面 第一根據原住民主基本法第21條第四項的授權 本會予以今年1月發布 諮商取得原住民主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未來將持續先導 以增進政府各機關及大眾對原住民主集體同意前的正確認識 並產生推動原住民主同意前的共識 第二 今年5月22日至6月4日 由本會 為副主任委員汪明輝率團 副關島參加 每四年舉辦的第12屆太平洋文化藝術節 展開文化外交成果豐碩 並以獲得下一屆主辦單位的邀請 強化了台灣原住民主跟南島儀 太平洋島儀民主的連結 第三 為發現族語傳承問題 並復興族語 完成了第三年原住民主語言實用狀況及能力調查 同時 辦理族語附贈相關計畫 包括 推動原住民主語言增興補助 原住民主語言扎根補助 以及補助幼兒園 沉浸式族語交寫 也積極辦理原住民主語言發展的各項研究工作 第四 成功提升原住民主參加全民健保的比例 今年第一季健保實質納保力為99.40% 欠費遭守卡的人數呢 截至今年三月為止呢 是一千兩百零二人 跟一百年九月相比 已經減少了兩萬六千一百一十八人 第五 根據 今年三月原住民主就業狀況調查結果 原住民主勞動參與力是60.60% 失業力為3.93% 相較於同期 全國民眾失業力為3.89% 只多出了0.04% 相繼已經不大了 第六 為提升產業競爭優勢 推動二十二處原住民主知識發展創意經濟產業示範器的計畫 並依據推展原住民主影視音樂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要點 補助的包含 這個音樂創作紀錄片等二十七案的相關產業的這個補助 另外 辦理台灣原住民主精實創業創作輔導計畫 也補助輔導四十個優良的創業團隊 那麼第七呢 為推動原住民主土地使用合法化 解決原鄉見地不足的問題 將相關行政措施予以簡化及放關 並以今年一夜 核定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三十個部落土地使用 分期更正為鄉村區 以及編定為適當的用地 在未來施政重點方面 為達成保障延潛接回國際的施政理念 蔡英文總統提出下列九項嚴住民主政策具體主張 一 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主道歉 積極實現轉型爭議 二 肯認嚴住民主主權 憲法保障嚴住民主的權利 三 承認嚴住民主自主及自解權利 落實推動嚴住民主的自治 四 尊重嚴住民主以土地的獨得寬息 立法保障嚴住民主的土地權 五 保障上萬新的工作機會 開創永續的嚴住民主經濟發展 六 建立嚴住民主教育體制 維護教育文化與媒體前 七 重視嚴住民主健康前 消滅福利與醫療照護的不均等 八 強化度視嚴住民主與嚴香間的支持網絡 創造公平的發展機會 九 六 尊重評補族群自我認同前 規劃民主身份及完整民主權利 以上九項嚴住民主政策具體主張 本會將全力執行 另外針對下半年度的施政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 本會將依據總統嚴住民主政見 推動落實嚴住民主的自治 訂定嚴住民主自治法 以擁有具體空間實質前線 穩定察言的民主自治制度來進行規劃 並根據 依據嚴住民主基本法第二條之一的規定 擬定部落公法人組織設置辦法 草案 藉以推動部落公法人化的法治工程 後製部落自主能力擬近民主自治的共識 第二 要跟教育部共同研定 研究民主語言實質培育計畫 透過限制研究民主給的教師 足以能力的研洗 培育研究民主的公費生 一般實質生以及儲備教師成為主義教師 而且要輔導主義資源工作人員 修習教育協程 取得成為編制內教師資格等三種方式管道 養成原住民主主義的實質 第三 積極建構以原住民主為主體的健康及社會福利政策 推展健康生活方式 縮短健康不均等的情形 跨部會建立原住民主長照體系 培育長照人才推動部落在地化照顧服務 第四 本會將依據總統政見以及院長施政方針 採取長期穩定的就業輔導措施 保障原住民主工作潛意 將修正原住民主工作潛保障法 以公司部門合作 創造更多的原住民主在地的就業機會 第五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進法補償及造臨回饋條例規定 研理發布兩項執法以及規劃相關執行的事宜 依據在下個月也就是7月1號開始實施 大約有四萬五千位族人會獲得補償 補償面積大約是七萬空勤 屆時將請執行機關 居以執行及受理進法補償或造臨獎勵的申請案件 第六 配合國土商法的施行 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原住民主特定區計畫 以及各主管機關會商海岸保護區 劃設跟擬定海岸保護計畫等 相關管制事項及海岸保護計畫 重要市地保育計畫 涉及限制原住民主土地及海域利用的權利 應要践行取得原住民主同意的程序 落實原住民主基本法的意志 保障原住民主土地及海域利用權利 最後 第七 執行立豬雕琢再造六年計畫 強化台灣原住民主文化中心服務設施 升級營運管理 並建置國家及原住民主業務團 培育專業研究人員 並推廣業務文化 推動原住民主文化館誇意輔導及改善計畫 連結部落跟 部落文化跟藝術的發展 以上報告 進行各位委員理事先生指教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請這個原住民族基金會 這個周董事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今天惠民很榮幸應邀到貴委員會報告 本基金會業務推動情形 首先非常感謝大院及各委員會先進 長期關心並支持原住民族文化傳播權益的持續發展 促使本基金會之原住民族文化業務及原住民族電視台營運穩定發展 首先是大院修正通過本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條文內容 除增列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 制播經營及普及服務為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外 並明文規定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所需用之電波頻率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劃分配之 以及授權本基金會得委託經營無線電視機構播送原住民族電視台之節目及廣告 不受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及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等條文內容 確認了本基金會得以擁有數位無線電視頻道開展了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媒體新頁 其次是修正通過本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九條條文規定 系為確保原住民族及公民之公共參與權益 由行政院依公開徵選程序提名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提交審查委員會以公開徵選程序全程連續錄音、錄影方式進行審查 以具體落實程序透明及資訊公開之參與民族 符合公共服務傳播媒體之社會責任 並增列應有公會代表一名擔任董事 且公會代表董事候選人之選任或罷免 應由本基金會公會自主決定 賦予了本基金會員工參與營運規劃及決策的法制基礎 本基金會為積極推展有關原住民族電視台 由衛星電視頻道邁向無線數位電視頻道等相關事宜 課政研理原住民族電視無線數位頻道深設營運計畫書草案 同時為因應設置及穩定原住民族電視台 無線數位頻道之營運發展需求 攸關本基金會之傳播基礎設施 營運基地、製播經費、原額編制以及薪資結構等 期待建置及調整事項 見請貴委員會會與持續關心及協助 過去兩年本基金會以回家及扎根為主題意象 今年105年再以分享為年度概念 以其透過本基金會的運作 使原住民族優質豐富的文化深耕台灣 讓族人因文化而自信 讓台灣因原住民族文化而驕傲 以下緊就本基金會組織現況 去年業務推展成果 以及今年105年度工作計畫概要 內容簡稱如附錄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與支持 以上報告,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這個 我們蒙障委員會的林委員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應邀請本會推動蒙障政策以及重要事務 向貴委員會做業務報告,深感榮幸 本會服務對象包括蒙障民族以及台灣民眾 服務區域除了台灣外衣涵蓋與中國大陸以及海外蒙障族聚居的地區之交流 核心業務包括國內蒙障包之輔導照顧、文化保存與傳承 人才培育、蒙障研究以及現況之掌握與推動 海外蒙障族聚居地區之醫療、人道援助與經貿、文化之交流 以下僅就104年度下半年 迄今業務執行的情形 以及105年度施政重點做檢驗的報告進行指教 因為104年度下半年 迄今業務執行情形相當的多 而且都已經執行完畢 所以我請各位委員以及主席 我們是不是參考相關的書面資料 那麼以下緊就我們105年度施政的重點 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首先針對蒙氏業務的部分 第一點是有關於醫療援助的部分 醫療衛生領域向來屬於台灣在國際間 具備有高度優勢競爭力的核心項目 醫療援助是提升台灣能見度最佳的方法 首先我們協助蒙古國成立洗腎中心 從4到12月延續台蒙歷年來的醫衛交流援助活動 深化雙方實質的關係 其次我們根據辦理俄羅斯聯邦 聯邦布里亞特以及科馬亞克 以及圖瓦等三個蒙古裔共和國醫生來台培訓 第三我們也邀請台灣公衛醫療醫療界的一個專家 組成台灣醫療團在7月份我們前往中國大陸內蒙古自治區 來辦理進行交流的活動 第二個我們進行的是人才培育的部分 第一點下半年到蒙古國辦理職訓課程 協助弱勢婦女及身心障礙之蒙族人士擁有一技之長 那麼在8月份10月份我們分別辦理蒙古檢察官班 法官班等專業人員的培訓交流 第三點我們也合發了蒙障語文獎學金 鼓勵國內大專院校開設蒙障語的一個課程 培養國內蒙障語文的人才 而且根據為了蒙障族子弟開辦蒙障語文班 第四點我們在10月合發在台 在台的蒙級學生獎助學金 以及12月份我們將會頒發蒙古優秀清韓學生台灣獎學金 以鼓勵他們努力向學 那麼第三點我們推動了交流 再邀請重要人士來訪 加強跟全國藏族聚居地區有關經貿、教育、文化、藝術、學術、環保、醫療、衛生、司法等方面的專業交流 強化我國與各地蒙族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關係 首先我們邀請了蒙古學研究機構以及學者來台舉辦研討會 加強蒙古相關資訊收集與研究 也掌握了蒙族聚居地區的政經文化等情勢變化 而且我們會看申請的行程來補助學者專家從事蒙障研究以及講學 推動蒙障文化的交流 從此我們也根據經貿的交流 搭建與蒙古國西貴的金屬交流的一個平台 那麼第四點我們做的是文化推廣 第一點我們持續來深耕傳播蒙障文化 規劃6月24號到7月31號在台南市新營文化中心 以及8月5號到8月30號將會在高雄市的文化中心 舉辦105年美麗的流動圖案蒙障服飾特展的一個巡展 9月到10月我們會在台北市舉辦蒙障文物展 讓各地的民眾都能夠究竟欣賞到蒙障文化之美 還有他的民俗以及他的文化 第三點我們也善用了蒙障文化中心地理的優勢 我們會妥善保存我們館藏的張家大師的文物 以及駐障的辦事處的一些檔案 重新定位以及活化我們這個文化中心的一個管所的服務 那麼有關障世的業務的部分 第一點我們做的是文化保存與傳扬 我們再繼續了105年西藏文化藝術節系列的一個活動 那麼在這個歐馬尼巴尼宏的這個活動 是在院藏的一個藏傳佛教文物特展 第二檔期將會定在8月6號到11月6號的這段時間來展出 同時呢我們也舉辦了泛英勇唱音樂會 預定在今年7月18、19在國父紀念館大會堂來舉辦 我們邀請了著名的尼泊爾藏族女尼 窮英著馬展演藏族佛教傳統的一個唱詠 那麼搭配了知名表演的團體 優人神鼓來加以演出 第二點我們做的是國內藏族的一個聯繫輔導 我們首先繼續委託民間團體聘請專業的社工辦理在台帳包 以及居留藏人關懷專案 我們以電話來詢問訪視輔導個案的服務以及媒合社福資源等方式提供各項的個別化服務 我們協助解決生活、就業、就學、醫療等等相關的問題 同時我們繼續補助台團法人盟障基金會辦理在台居留藏人 以及疾難救助 那麼我們也合發在台藏族學生的一個助學金、獎學金 以及傑出表現獎勵金 以協助提升在台藏族青年他們教育的程度 第四點我們也聯繫輔導國內藏傳佛教團體與來台弘法的這些葬身 我們希望能夠協助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及內政部移民署審查海外藏身來台弘法 改換簽證停留期限申請的相關案件 以及中國大陸藏傳佛教專業人士來台的申請案 那麼第三點我們做的是跟藏族聚居地區交流活動的一些規劃以及推動 我們首先舉辦或者是補助醫事人員交流以及醫療等人道援助的計畫 提升藏族聚居地區醫療以及公衛的品質 第二點我們補助國內的團體辦理海外藏區人道援助以及志願的服務 那麼第四點我們也辦了西藏政策的研究規劃與情勢的研判 持續對於西藏議題的關注跟研究 會集了國內外學者對於相關議題的分析研討 並且舉辦相關座談會與研討會 會集西藏議題情勢發展的資訊 那麼也收集分析盟障現況的資料 並且出版盟障的重書加強於國內外的盟障學者以及研究機構的連續 那麼同時也對於自台人士藏族身份加以來處理 近來有16個自台的台灣人士 他們以其為藏族人士所持的是他國的護照 是一個偽造變造甚至於遺失或者是失效等等原因 那麼因為沒有辦法在台合法居留 導致他們生活困頓等等不合人道的情形 所以陳情要求能夠取得在台合法的一個居留身份 本會課證協同相關的權責單位在法令許可範圍內來進行處理 本會過去重逢各位委員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指導 盟障業務都能夠順利的推展 未來我們當秉持這樣的一個原則 繼續來深化以及落實 然請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先進與指導 謝謝 好 那個說明完畢 我們現在進行巡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8加2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6加2 截止登記的時間第一位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我們就截止登記 那跟我們委員會包括我們中午不休息 就看能不能趕一下進度 好 我們請第一位登記發言的委員陳一傑委員 時間8加2 主席各位同仁有請盟障委員會的林委員長 委員您好 委員長好 您的資歷非常的豐富 那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就是您的態度 因為現在普遍都認為盟障委員會其實應該廢除的 那你這邊的看法呢 因為剛剛聽起來其實覺得你好像是接手任務之一 其實是包括要去完成一個末代委員長的這個工作 那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您的態度 你認為是不是應該廢除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想從有政府組織再造以來 有關於盟障委員會是不是應該要裁 或者是要併 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也一直在討論之中 那麼經過這麼多年的討論 其實在朝野之間呢 大家都應該有一定的共識 也就是說呢 從我們現在盟障委員會的這些全能 跟我們現在的組織的現況 如果說要讓他撐起一個部會 老實講我們能量是不足的 因此呢我想如果從一個有效的一個行政組織來看的話 如果我們能夠朝著財 或者是併這樣的一個方向 應該是符合政府的一個施政的一個方向 所以呢我們並不反對 所以委員長認為其實就應該廢 是不是 簡易來說就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們的盟障事務依然要進行 那麼我剛剛的報告裡面也提到 我們所做的並不是只有單純的一個 一項事情而已 我們其實包含了學術 包括了文化 包括專業人士 包括經貿文化等等 那所以呢 我們的業務其實在各個部會裡面 我們都其實有一些相關聯 所以呢如果就把盟障委員會裁並的話 相關的業務還是要有人承接 因此呢我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朝著看是跟整個樣的單位來合併 所以委員長您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上個禮拜其實 內政部委員會上次有查 那個移民法第16條的時候 其實內政部有建議 將盟障委員會改成盟障主管機關 就是未來組織改造的部分 其實應該就會牽扯到盟障委員會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同意就是內政部的說法 就是把它改成盟障主管機關 對那個盟障主管機關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組織再造 並滿還沒有完整 那麼所以呢 對於未來盟障委員會的去處 目前我們還在討論之中 我想委員也可以提供意見 供我們做參考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為了要讓我們這些盟障 居留在台的 停留在台的這些藏族同胞 他們未來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處理方式 所以呢我們認為說把它改成這個 盟障主管機關 它是一個比較 彈性一點的 所以你認同這樣 彈性的一個做法 所以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OK所以你就不 就也不需要為了要安定 委員會的人心 其實就是已經同意 就直接改成盟障主管機關 我想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委員會的人員都在這裡 沒關係來接下來態度很明顯 大家對於這個要裁病 是都已經有共識 但是大家依然非常的努力 所以安定人心 還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沒關係啊 委員長該捍衛的這個 你要做最好的一個處理 那接下來 另外蔡英文總統這個新一天 要出訪巴拿馬跟巴拉圭嘛 那途中會過進美國的 邁阿密跟洛杉磯 那這個新期美國總統歐巴馬呢 在上個禮拜在白宮第四度 也接見那個達賴喇嘛 那我想請教一下委員長 蔡總統在去城跟回城 過進美國的期間 有沒有可能跟達賴見面 還是有可能會用不齊而喻的模式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是牽涉到總統的行程 就我的立場來講 我並沒有得知他的行程 所以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目前沒有接到 任何有關相關的訊息 就我個人來講 因為我的業務 跟他出訪的業務沒有關聯 所以我無從得知 我不知道你是真有得知沒有得知 這個我目前怎麼說 你要聽你自己說的方式負責 那之前內政部業部長有說 其實達賴來台訪問時 他是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那委員長 你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達賴喇嘛 他是一個知名的宗教人士 那麼我想從這個 他其實也到過世界各國都有去 所以如果說他一旦提出申請 我想我們相關的權責機關 包括剛剛您說的業部長 因為是由陸舒淨管理局 不是移民署這一邊 他們來負責的 所以我想他們應該會做一個 對我們全民比較有利的 所以委員長您的態度 是持開放的態度嗎 因為我要的是你的態度 我想從一個宗教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任何只要是跟宗教鴻法有關的這些呢 我想我們都是採取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 所以持開放的態度 那有傳說7月初他有可能來台訪問 那您有沒有聽過這樣的相關的事宜 這些傳言一直都不斷 因為他在全世界都有做一些鴻法的活動 所以呢他有一段一些不同的一些傳言 他可能什麼時候到哪裡 什麼時候到哪裡 但是大陸前我們並沒有得知任何的訊息 那未來蒙藏委員會會不會主動邀請他過來訪問呢 我想我們蒙藏委員會所管的是藏傳佛教的這個部分 其他的宗教事務呢都是由內政部在主管 那麼這個部分我們並沒有特別針對 特定的一些宗教的一些團體的一些領袖 來邀請他們做任何的訪事 我們只會協助民間 但是我們官方的部分我們並不主動 就持開放態度也不排除 那如果未來有需要也不排除會主動邀請 可以這麼說吧 我沒有這樣子說 因為這是屬於宗教活動的一環 我想還是要看達賴阿媽個人的一個意願 好接下來我想請教 為什麼我們在探討這個問題喔 因為新政府上台 其實本席認為有必要面對西藏問題也好 或達賴的這個議題上 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立場或的論述喔 因為其實西藏問題是不是跟蔡總統現在講的兩岸關係是一樣的 就是應該是要維持現狀的這個架構 我想問問看妳的就是態度 我想就於兩岸的關係 蔡總統在就職的時候 她已經說明的很清楚啦 所以我們針對這兩岸之間的這個政治基礎 她還是有講到幾個元素 我想委員相當的清楚 所以呢在這樣既有的一個總統的談話基礎之下 我們持續來推動兩岸關係 所以就是維持現狀 那這樣聽起來如果是維持現狀 也跟前政府嘛 政府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那看來妳剛剛所說的開放的態度 其實相對是打自己巴掌嘛 因為看起來達賴還是無法來台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如果台灣 剛剛我們有講到就是說兩岸的部分 如果台灣更開放的去跟達賴接觸 其實是會激怒中共的吧 這個不排除 我想我剛剛說的很清楚 這是一個宗教的一個活動 那妳覺得對兩岸對兩岸的關係有沒有影響 這個東西還是要經過評估 因為兩岸的關係還是陸委會在主導 那我剛剛講我們所有的行政團隊 我們都是秉持總統的談話基礎 我們持續推動兩岸關係 對 但是我現在要問的嘛 如果你持續開放 因為你說是站在一個開放的態度 那如果持續開放跟達賴接觸 那士兵就是對兩岸關係是會有影響的嗎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不僅批准或邀請的縣市政府 因為像可能會受到中國方面的抵制 那包括兩岸交流的部分 或地方縣市層級有可能都會中斷 跟台灣就是經濟的部分 那展現自由民主的價值的部分 其實也有可能是會被質疑的 所以委員長你會認為 就是說你雖然說這些都不是你的業務也好 或者是有更完善的評估也好 但是就在你是一個委員長的角度 你會給新政府一個全面性的怎麼樣的一個建議 我當然希望說新政府 因為它還是有主政單位 能夠在秉持我們總統的這個談話的內容 以及在我們現有的這個價值架構之下 我們也就是我們的憲政體制之下 大家來做對全民最有利益的考量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就是有關熱比亞的部分 您了解嗎 熱比亞是 就是那個新疆維吾爾族的領袖 因為剛剛我們說達賴可能7月 那也有傳輸說他8月可能來訪 有可能會延到年底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大家台灣的維吾爾的支友會 其實都給蔡總統非常有聲的回應說 不應該給他這麼大的壓力 一剛開始新政府上任 那外交部也認為說 熱比亞或打愛這種人物來台 不可能只是單純的訪問 就像剛剛委員長你說的 其實這都是文化交流 可是外交部這麼看 其實他不認同您的說法 他認為這個都是具有政治性的 不會只是單純的訪問 那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來看待 那不論是藉由文化跟宗教活動 其實都很難掩蓋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那我想請教一下委員長您的態度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盟藏委員會主管 是盟族跟藏族的 對沒錯 所以我想問的是太多 但是因為他並不是藏族人士 所以也不是本會的業務 但是我深信如果他提出 對不起 如果他提出申請 我想政府相關的權責單位 還是會做對有利於全民的這些 有利於全民 就是在維持 兩岸維持現狀的架構下嗎 對因為 還是有可能帶衝擊的架構下 我想對全民最有利 應該是指說他們會經過神聖的考慮 所以有可能也會有衝擊 所以需要神聖的考慮 那我不曉得委員所說的衝擊 是指什麼樣子的衝擊 我想有些事情是要一步一步慢慢來 所以呢行政機關應該還是會做很妥善 妥善的一個處理 對就是說其實雖然您剛剛說 這不是你的業務 不過剛剛我有提到 外交部認為達賴也好 或者包括勒比亞也好 其實這個都屬於政治敏感性的問題 不是委員長您說的 可能是文化交流或宗教等等 所以這樣的一個出訪 或者是一個開放的態度 未來會怎麼影響兩岸 我希望委員長應該會有一個 最謹慎的評估啦 因為從您的答詢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略知您的答案 那 好那就先 再讓我請教一下原民會主委 謝謝 謝謝 一個問題就好了 好 不好意思主委 主委好 對主委好 簡單來問一下 因為有關那個上個禮拜 有關反族群的歧視法 要不要立法 那因為大家有一個疑問就是 內政部包括民進黨團 其實似乎都不太想要有立法 禁止歧視的這個行為 但是本院所有原住民出身的同仁 都認為立法是 這個必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委的態度 你到底是不支持反族群歧視法 我想 以我的訊息 我們並沒有反對要制定族群 反歧視族群法 而是說要有更周遠的法案來做一個配套 再做最後的立法可能是比較妥適的 我們認同如果這樣立法其實針對原住民的部分 像大家都認為原住民是弱勢族群的部分 其實可以解決他們一部分的一個處境 歧視的處境嗎 我們希望我們整個社會都能夠消除 所以你是全力支持的嗎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就是說 是不是請主委你可以向院長去表達這個立法的必要性去尋求支持 好的 OK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那個 跟我們委員會報告 我們雖然剛剛有宣佈 第一位委員發言結束之後截止登記 但是假如是原住民的委員 或者是離島的委員 我們到場的時候人可以登記 再做補充說明 來 接下來賴瑞隆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那個林委員長 那個委員長 委員長早 委員您好 好 早 委員長剛剛有稍微聽到了 蒙隆委員會的部分 你也傾向未來業務上你認為還是有需要的 是 但是組織上面其實開始做一些調整 那這樣聽起來應該是走向整病的一個方向 是 好 報告委員是這樣子 的確沒有錯 我剛剛的答覆裡面 我說因為從我們現在的職能跟量能 依然是有一點不足 但是我能不能借用委員一分鐘 就是說剛剛有提到說 安定我們的這個同仁的心情 我想現在我們還是政府組織的一環 我們的同仁在我們法定的這些權責之下 都敬敬業業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認真 那麼長期以來因為改造的原因 所以可能面臨財病 所以同仁其實心裡面也是浮當 但是我還是希望 委員能夠給我們所有的同仁給我們一些支持 給我們一些肯定 因為同仁在這一段時間依然非常的努力認真 所以呢他們雖然對財病有所理解 但是難免心情會有一些不安 所以呢在這裡也利用這個機會 希望我們國人都給我們同仁一些鼓勵 謝謝 委員長辛苦了 那如果好像這個整兵的方向來走的話 未來如果就委員長你個人的意見 因為你現在擔任這個委員長 你個人意見您傾向是跟哪一個部會來做整兵 過去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是朝向文化觀光部 但是後來是靠朝向陸委會 但是從我接觸這一個月以來 我覺得其實我們很多很多的面向 我們都是朝著文化觀光的角度 那麼當然也有一些是有關宗教事務 甚至有些經貿或者一些其他專業 但是我覺得我們未來 讓這些膜脹事務的發展方向是怎麼樣 這可以靠新政府 我們大家在磨合大家在討論 我也願意利用這個時間多聽聽委員的意見 或許我們各界都可以提供我們大家來參考 盟脹事務依然要存在 但是它未來的走向 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 我也願意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的一個方向 我們來配合辦理 所以聽起來委員長好像對於 如果將來進入文化部好像也沒有絕對的反對 我現在沒有既定的立場 我覺得還是要看看我們未來盟脹事務發展的方向 另外盟脹委員會的過去來 其實被大家也人事費夠高的問題 其實他的業務費幾乎是 人事費幾乎是業務費的2.24倍 這個相當的高 那人事費幾乎佔了將近六成 那這個其實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機關 顯然他的業務狀況是有問題的 包括他的人事的部分也過高 這個部分委員長在整病之前 有沒有什麼考慮怎麼樣做一些調整 跟委員報告 因為的確經過這十幾年來的組織再造 那麼我剛剛也提到過 盟脹是否要裁病一直是一個討論的話題 大家的看法也見趨一致 那麼因此針對我們的業務 跟我們的業務費的部分 在歷次的立法院審議裡面 甚至於在院裡面審議 都一再跟我們這樣子一直砍一直砍 那所以這個業務費的部分 的確是比較少 但是您知道的 這些人都是現在合法任用的一些人員 所以人事費過高 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但是我們同仁 依然是在很少的一個業務費裡面 我們盡量把每一分錢花費到最大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我們欲缺不補 我們欲缺不補 而且我們盡量的來看看 怎麼樣協助我們所有的葬事 或者是盟事這邊 怎麼樣來推檔 我剛剛講的 在文化觀光的層面的部分 我們盡量來做 也就是說我們把業務做大 但是我們經費的部分 我們也是盡量來緊縮 該用就用 不該用 我們不會用 謝謝 我覺得組織上面 現在看來人是相對於業務上是多的 就是在一般的組織上面來看的話 這樣看起來其實是 人力上沒有充分的發揮 我們每一個組織 因為我剛剛講 我們還是我們現在行政團隊裡面的一個組織 組織該有的一些還是要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也希望我們院裡面 如果在組織再造的時候 我們盡量趕快定位 能夠更加清楚 對同仁也好 對社會大眾也好 所以如果在整個國家資源更有效的利用 人事這些人才更有效的利用 其實應該是加速這個作業 組織改造的作業 這個我們也是一再的呼籲 因為同仁心情也不安 委員長有沒有預定什麼時候 希望什麼時候來完成 這樣一個組織作業 我們願意配合行政院的期程 因為行政院施政它是有它的步驟 那我們也一再反映出來 同仁的心情頗受影響 外界對我們的看法 也多少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但是在這樣的聲音之下 我們依然兢兢業業 戰戰兢兢 每天都很努力在工作 謝謝 我知道委員長 現在因為這個畢竟是主管 我想你還是必須站在主管的角度 不過我也希望說 因為長期以來其實 社會對於更有效率的一個政府 有很高的期待 我很感謝 因為同仁共識也很高 他們也了解這個狀況 所以也希望這個政委 就是你有政委的角色 也能夠希望在院裡面 加快這樣的速度 我覺得對同仁相對也是 相對也是比較好的 讓他們的人才能夠更 我們希望你們多提供意見給我們 那接下來下一個 謝謝 我想看到 從102年到103年到104年的時候 其實檢認的 檢認文官的部分的比例 其實相對都是偏高的 那其實最高的時候 其實佔到了將近29%的一個比例 那事實上一般的中央部會的話 大概只有8.5% 那在全國的行政機關 大概也只有5%這樣一個比例 所以我是覺得在整病之前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努力是可以做的 我覺得也許可以在 畢竟因為也有政委的角色 也許在人力上面 怎麼去做一些調配 讓那個人力上達到最大的一個效益 這個部分我們願意再跟委員請教 我們也會跟人事總處這邊再協調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非常資深的 而且盟障的事務 跟其他的事務不太一樣 所以呢 會裡面的同仁大概服務年資都滿久的 那因為有一個固定的一個升遷方式 所以的確沒有錯 我們的檢認是來得多一點 但是呢 我想這是一個組織再造過程當中 該有的陣痛 所以我們會再想辦法看看 再請教委員 再請教人事總處 看看我們怎麼樣做 會比較符合社會大眾的一些想法 可不可以請教委委長 為什麼從102年的10位 到了103年變17位 那當然後來有再降到14位 這個部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動 像我們的委員就欲缺就沒有辦法 這邊跟委員報告 這是我們主密 因為講到103年17位 我想應該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 因為盟障委員會之所以檢認比較高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於說 因為他是一個部會 所以他包括所有的業務單位 輔助的人正快 都是單位 單位都會有檢認人員 那基本上我們的人事相對經驗 像我是雖然大家叫我主密 其實我是參試間的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各處的副處長 都是檢認秘書間的 那有些時候因為 升遷序列的關係 因為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長期以來 就 人事凍結的結果就會變 或者是人事精簡的結果 那檢認的看起來就會偏高 但是應該沒有到所謂17位 那我想 104年度13位14位相對而言 會是比較貼近真實的狀況 因為我們有幾個業務處 還有一些輔助單位 都是需要人事 這個會不會請委員長 會後再相關資料再給我 好不好 我也希望 我請主密再把相關的資料 準備給委員 因為剛剛他講的有些錯誤 因為這是之前的 但是他的說法就是說 既然是一個組織嘛 所以呢 我們相關的這些麻障摧小五障俱全 所以呢 我們的那個部門還是要很多 是 我也希望未來委員長能夠在 就他的組織整病前的時候 先預做一些人力上的一些調控 好 就讓他能夠整個將來組織再照的時候 能夠更順暢一點 是 那接下來Sandy的時間 我是不是請教原明會的那個 謝謝 謝謝 好 我想請教一下 前幾天有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那個希望合唱團的事情 因為在 我們的這個 就職典禮的時候 這種就職典禮的時候 被音樂演唱 後來取消了 中國大陸裡面取消了演出 不知道您對知識營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令人遺憾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 政治應該 跟文化要分開 小朋友那麼有心 跟 中國大陸做一個文化的交流 跟合唱 這是很好的事情 對我想這個是讓人感到非常的遺憾的 其實應該不應該受到影響 特別是小朋友們這樣的一個文化的演出 那其實不應該用這樣這麼粗暴的一個方式 來對待這群小朋友 會讓小朋友非常的傷心 對 我也希望將來如果有一些機會 有那個的時候 也許也希望您能夠發聲 就是 不管是在兩岸交流 或者在一些相關的 我們希望能夠協助這些小朋友們 持續做發聲 我認為這些聲音應該不斷的讓 中國大陸的高層知道 其實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 來對待我們的小朋友 我認為這個 並無助於兩岸之間的一個好的交流發展 好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我看到您有很多的 你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政策的政見的部分 列的相當多 有Most Men是您最優先想要來做的 我想 這個九大政策主張是小英總統參選的過程當中 已經宣誓出來了 對 我想 目前 嚴敏最關心的一點還是在 趕快落實原住民主的自治 跟原住民土地跟海域的這個立法工作 這個部分是我們 未來要七級推動的 還要包含 皮膚族群的以言的附贈 以及皮膚原住民族身份的整個恢復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很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好 我看到您 你有列上很多是跟經濟有關的一些項目了 如何讓原住民的 大家有更好的一些 經濟上面的一些收益等等 因為我的選區裡面有很多的 都市的原住民 也希望這塊能夠 未來主委能夠再多加強 讓他們有更好的一些經濟條件 好 我們也會特別注意到都市原住民主的這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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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李俊宜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盟障委員會林委員長 來 那個委員長 辛苦了 謝謝 大家都在討論盟障委員會的組織 未來到底要怎麼辦 其實你們陷於一個很尷尬的場面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來 第一頁 其實我們做過兩次主改 一次在93年一次在99年 民進黨執政時期是希望把盟障委員會 規劃為未來的文化交通部 對不對 那後來因為國會人數不足 所以這個也沒有成 那99年是規劃在陸委會 那規劃在陸委會 後來是因為陸委會的組織法沒有通過 是不是這樣 當時的狀況是這樣 好 來 下一頁 那其實要不要裁病 要不要整病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現在盟障委員會在處理的問題 還是要繼續處理 第一個是有關盟障文化的交流 包括你剛剛提到的所謂的 醫界的交流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 在台的盟包 帳包 我們要繼續照顧 甚至特別重要的是 有關人權的問題 對不對 那第三個就是 如果我們立法院通過了難民法 未來以難民身分來到台灣的 特別是屠博人 西藏人 這個部分我們都要處理 這個都是盟障委員會的業務 沒有錯吧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顧慮說 這些業務到哪裡去 這些業務怎麼處理 處理好了 我們再來談 採測不採測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 好 來 來 下一頁 可是這裡發生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在哪裡 盟障委員會的組織法第一條 盟障委員會 以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 之規定組織之 但是在99年 99年行政院組織法 修正以後 就把盟障委員會刪掉了 就把盟障委員會刪掉了 所以行政院組織法 現在已經沒有盟障委員會了 但是盟障委員會的組織法還在 沒有錯吧 那現在變成說 組織法不見了 機關還在 這很尷尬的局面 現在所有的討論其實都在這裡 對 但是呢 這個組織事實上 是當時依據有效的行政組織法 當時設立的 對 沒有錯 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其實大家討論 要不要裁測 其實盟障委員會 未來要裁測的方向已經確定 那只是說 行政組織法通過了 把盟障委員會刪掉了 結果後面整併的機關 組織法沒有通過嘛 那當時的入委會 來 我們看下一頁 當時的入委會 其實問題也不出態 到底要設一個處 盟事處 還是要設兩個處 盟事處跟葬事處 還是一個處嘛 不是這個問題嘛 當時入委會組織法沒有通過 最主要理由是 堅持要設兩岸辦事處嘛 沒有錯吧 這個我想 這就是歷史沒錯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非常尷尬 入委會的組織法過不了 結果你們盟障委員會被刪掉 哇 組織法抬條 機關那麼地雷 所以現在大家都尷尬了要死嘛 沒有錯嘛 對 那其實齁 我歷屆來跟盟障委員會 接觸的過程 我非常了解啦 問題都不出來我們同仁啦 問題都出在手掌 問題通通出在手掌 過去委員長羅英雪的時候 一天到晚做什麼 做少數民族文化交流 配合中國做少數民族文化交流 包括我們主席陳其棒 我們在這裡發過很多吃脾氣 都在配合中國來做少數民族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大的問題嘛 那蔡玉玲委員長 她都在做什麼 做稀土 那我盟障委員會的組織法翻篇了 沒有一樣跟稀土有關啊 她都在稀土 所以問題出在手掌嘛 那我希望問題不會出在你啦 我認為也不會出在你啦 跟所有我們盟障委員會的同仁 應該都非常努力來解決這個 財病以後怎麼處理問題嘛 沒有錯吧 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所提的 我們盟障委員會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那個一直都是我們要做的主流 所以我想我們會朝這樣的方向繼續來努力 其實裁測即使整併 這三項還是要有人做嘛 主流 我們的主流業務沒錯 所以現在 我相信啦 在未來在你的領導之下 盟障委員會應該會趨向正常的方向來發展 至少要這三項要解決嘛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根據你們委員會的組織法 蒙古西藏的事宜嘛 各項心格事宜 我先請教委員長 你知不知道 盟障委員會還有一個錯誤規程 有啊 這個錯誤規程可不可以先調整一下 我念給你聽一下 這個錯誤規程現在還有什麼 錯誤規程的第九條 對大陸蒙古地區新戰設計跟資源事項 這個也是你們的業務 然後還有什麼 大陸蒙包反共抗暴活動之策劃 聯繫跟資源 這個也是你們的業務 這個東西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有效的修改 那個委員長可不可以 這是你們的錯誤規程嘛 現在要停的嘛 反共抗暴 反正反共抗暴到底是指什麼 跟委員報告 那都是在舊的時期所做的 本來我們就想說 再配合組織再造說再來做嘛 不需要多做一次 但是呢 我們還是一個原則 我們希望組織再造趕快完成 沒有錯 那麼組織再造沒有完成之前 是否要調整 這部分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討論 所以我希望委員長 這種太離譜的出誤規程 早就可以處理掉了 是 那這個部分也是未來盟障委員會要整併要裁測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希望委員長來配合 來再下一頁 那現在大家回到的問題就是說 欸好 那盟障委員會現在既然要整併要裁測 這個方向已經確定了 但是為什麼現在還有這麼多的預算 那大家就在叫你們是肥貓部會啦 其實講起來我並不覺得啦 比你們肥的更多啦 你們最主要問題在人事費用大概佔了百分之六十 那蒙造事務費用就是剛剛講的那幾項 佔了百分之三十一 其他的百分之九 對不對沒有錯吧 大概是這個嘛 因為你們現在的業務量 你們大概撐不起一個部會 但是目前這些東西其實還是要做嘛 所以你們當然你們的預算 所有大部分會集中在人事費用 這個很正常 那現在就是這個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一 有沒有用在應該做的事項上 沒有錯吧 跟委員報告 有關於為什麼人事費用會比較高 剛剛在賴委員的巡答之下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說明 但是我願意再次說明就是 我們雖然是一個即將要被裁病的 或許我們應該這樣講 的一個單位 但是呢現在還是行政院下的一個組織 因此呢我們所有的組織架構 必須要完整 所以呢當然會有各個單位 那因此呢我們相對的就是還是要有 雖然我們有很多兼辦的啦 來兼職的等等 但是呢人事費用 依然是占了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部門 也因此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才會說 我們一直希望我們的行政組織改造 趕快完成 那麼業務費的部分呢 我剛剛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有調整 我們會認清楚我們的核心業務是什麼 我們會把我們主要的業務費用 放在我們的核心業務上面 至於其他的那個部分 我們行有餘力 我們再來積極擴展一些新的服務項目 這也是很好的事情 這個比做稀圖有意義多 這是人道援助嘛 對對對 人道援助嘛 包括醫療服務交流 包括這個設置 未來設置 幫他們設置洗腎中間 包括培訓 這個是應該做的方向 就應該去做嘛 來下一頁 那我現在還要關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西藏人權的部分 就是圖博的部分 過去的委員長 兩位委員長 通通在這個部分沒有著力 這個99年其實發生很大的事情 我想委員長也知道嘛 對不對 就是過去2009年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然後有這麼多人自焚 結果我們的盟戰委員會 一封新聞稿都沒有 一封新聞稿都沒有 來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未來盟戰委員會在這個部分 我們要展現我們的人權立國 我們要展現我們的氣度 這個部分 希望委員長在人權的部分 也應該多加強 謝謝 我想總統一再的指示 我們對人權 人權的這個注重 以及我們對民主的這些要求 這是我們基本的一個普世價值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 來 下一頁 所以這個就很清楚 圖博抗暴57年 結果在這個部分裡面 盟戰委員會 連一封新聞稿都沒有 那我相信也不是所有的 我們的委員 我們委員會的同仁說 不要寫 不要寫 一定不是 這上面有指示 所以通通不能寫 這個問題 我希望未來 不要再有類似的問題 否則你就 在內政委員會會很辛苦 再來 下一頁 我現在要跟委員長 再重複一次的 就是說這個部分 先等一下 我要跟委員長 重複了一個 就是你們現在是一個 非常奇怪的組織 組織法已經廢掉了 行政院組織法 已經把盟戰委員會廢掉了 但是組織還在 那要整併你們的陸委會 結果陸委會的組織法沒過 那所以現在盟戰委員會 永遠在這裡處理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未來整併也好 裁測也好 最重要的盟戰委員會該做的事物 我們還是要有人繼續做 希望未來的委員長在這方面努力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麻煩我請一向主委 等一下 李委員好 主委好 其實今天剩不到 剩沒有多少時間了 不過我跟你提醒一件 我們現在有很多原住民的相關法案 都在內政委員會審查 都在內政委員會審查 但是有一個問題你們還沒有徹底解決 就是有關原住民的委員 這些負責審查你們法案的委員 這個來源到底怎麼樣 我們上次討論過嘛 對不對 我知道你們現在也要開工天會 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另外一個問題來 往下 下一頁 就是說原住民身份法第二條裡面 所謂的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這樣的分法到底還有沒有意義 我希望主委 下次我會再找你 談這個問題 把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這個東西定義是什麼 內容是什麼 純粹用這樣的分法 到底有沒有意義 現在我們彼此大家往來這麼頻繁 然後你去分平地原住民 去分三地原住民 然後 都 都是各選三個委員 然後每個委員的選區都是全國 那這樣到底合不合理 那更嚴重的是下面來 再來 這個是歷屆以來 各族 擔任我們立法院的委員的 各種各族的 那現在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各族的代表性不同 阿美族永遠站最多 那泰亞族跟排灣族有 那其他我們其實總共有16組 總共有16組 那真正當過委員的只有四個組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 一將主委 你們現在也開始在探討這個問題了 我們整體好好來處理這個問題 未來在這個部分配合選罷法的修改 要把這個問題一併解決 可不可以 可以 好我希望一將委員 你們這個多去了解 多去觀察 然後看看問題要怎麼解決 好希望你們提出一套來 謝謝 謝謝李委員 謝謝 接下來黃昭順委員 來主席我想請那個盟帳委員會主委 主委你好 我想剛才幾位委員的執行過程當中 我們清楚的知道 因為立法院有幾位委員主張 把僑委會 退府會跟我們門帳委員會把它裁冊 但是在立法院當中 大概退府會跟僑委會的主委 都明白的說 他們不希望有這樣子的情形 而且對這個組織 是可以說是 在我們基本上的功能上的運作 他們是支持的 只有你是很清楚而明白的講說 你同意他把它裁冊 那本席想請問 你議定多少時間 快是多久 慢是多久 要把它裁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準備把它併到哪裡去 能不能讓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想報告委員 從剛剛的說明裡面 我也說明從組織再造以來 那麼盟帳一直是要不要裁冊 一直是在討論 那當時呢 大家也都有共識 朝野之間的共識是一樣的 因此呢 在這個雖然組織依然在 但是從我們的組織 你準備用多少的時間 總是有一個時間表 那這個時間的部分 因為這還是牽涉到 整體行政院的一個組織再造 那不是只有我們盟帳委會 想要多久就多久 所以我也表示說 我們願意配合行政院的這種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並沒有時間表 目前還沒有時間表 但是呢 我想行政院這邊會做一個很好的準備 你準備把這些業務 變到哪一個部分去 這個部分我覺得 大家可以再討論 從我們現在的這些工作來看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 包括很多元 其實有牽涉到外交 有牽涉到經貿 有牽涉到文化 有牽涉到醫療 有牽涉到人道等等 所以呢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到底未來我們裁病到哪裡 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再討論 我想主委 因為你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業務 其實牽涉的單位 主要外交 我想一定有 兩岸一定有 再來就是我們所講的文化觀光 醫療的話 我們大概不至於去把它弄到那邊去 所以比較有可能的 大概只有三個部會 一個外交部 一個陸委會 一個文化部 那請問主委 你認為應該到哪一個部會去 我覺得這個都各有利弊 所以就是看我們未來 你能告訴我各有利弊的利弊在哪裡 我們所謂的各有利弊 就是說看看你未來 在我們盟障事務這個部分 我們側重的方向是什麼 我想主委 因為這三個部會 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 包括美國總統 他都不敢支持藏獨 好 那我不知道你們會把它放在外交部嗎 我覺得這個我們還會再討論 因為 因為這個牽涉的 一個是外交 一個是陸委會 我覺得放在文化部的機會 其實是不大 其實放在文化部 因為他只是這個部分的一個文化的一些東西 一些比較文化比較重要的政策 但是如果就盟障 他整個的事物的敏感度來講 應該是外交跟兩岸嘛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大家可以再討論 所以因為在組織再造之前 我會再跟各位委員 跟我們各界去了解一下 我希望這個部分 能夠比較清楚的讓大家知道 那你支持藏獨嗎 對於任何這種 因為藏獨在我們來講 是一個少數的 比較少數的一些民族 所以對於藏獨 少數跟精神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 其實因為有盟障委員會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照顧 我們藏獨的這些同胞 你支持嗎 我想應該是支持 你支持藏獨 就是換句話講 你是支持 所謂的藏獨 藏獨喔 對不起我聽說藏獨 對不起 我想我更正一下 你現在要更正 我以為是我們藏獨的這些同胞 藏獨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事情 我剛才已經講 就是美國總統 他是反對藏獨 他也是反對 對 那你支持嗎 因為這個牽涉到我們未來 要放在外交 或者放在兩岸上面 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 主委 你必須要有主張的 是 因為這是非常敏感 而且未來我們工作 要怎麼做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請教你 在午夜的時候 有一位黃先生是你的孩子 他那個時候發動 在FB發動說 每一個人要捐一千塊 要拆除中正 他講中正廟 我們是講中正紀念堂 那我想這件事也引起很大的風波 那我不知道 當然你當時候說 那是孩子的問題 我想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不在這個位置上 你會繼續支持 他這樣子的理念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是一個誤解 那是因為有一家媒體 他有說 如果要拆除中正紀念堂的話 必須要花三千萬 是媒體不對 不是不是 然後他看了這個報導之後 小孩子嘛 所以他後來我有了解 因為之前他做這件事 我不清楚 他說所以呢 他就去做了一個問卷調查說 假設要花三千萬 才能拆這個建築物 你願意出一點錢來支持嗎 所以他的問卷調查 據他所說有97個選項 然後呢 你也可以加上你的選項 只是問說 只是說 那你要不要再 你要不要再 那是 沒關係 那是我們同仁 那所以呢 在這個 請問這位是誰 這是你的同仁嗎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執行過程 我繼續在跟他講 所以孩子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 這這樣子的執行過程 這是很不應該的 是是是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很抱歉 這個我們請大家注意一下 他是 他是 你是地下主委 他是地下主委嗎 我不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個我說明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有資料拿給我的注意 那時間暫停 我有資料拿給我們的同仁 蛤 你繼續進行你的質詢 因為我在質詢的時間 我忽然發現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常常會有這種情況 我覺得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很抱歉很抱歉 因為這個也是 我所不知道 我們以後會注意 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因為他當時只是做這麼一個想法 所以呢 在我不知道的前提之下 報紙就已經宣揚出來 所以我也問過他 我就說 那你小孩子無聊做什麼 所以他也都很快 我請教 他就把活動撤掉了 好 那個活動已經撤掉了 那跟我絕對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不在這個位置上 你一樣不會支持這樣的活動 我想這個活動 是不是支持這個部分 但是民主社會 大家都可以來表態 你會支持嗎 這個部分就容許我保留 好不好 你要保留 所以我想這個當中 一定還是有一定程度的 這一定有一定程度的 玄機在那裡 不是單純的要或不要 我覺得還是要經過討論 這件事是如果說你支持 或者你保留 這個其實在我們這個 台灣這個國家 現階段也是前一段時間 發生紅樹株事件 非常嚴重 引起很多分裂的 所以我在這裡要提醒主委 因為你已經在一個 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你在這裡的一言一行 跟你包括你的孩子 都要被檢視的 所以你剛剛說你保留 我覺得你這樣子的答案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問題可以大家再來廣泛的討論 所以呢我現在在這裡 主委你認為我們這個時間點 適合討論這個題目嗎 現在當然我不會跟你討論這個題目 我也不會再跟別人討論這個題目 那一天的議題是因為立法院 開了一個公聽會 你現在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不會去討論 我想我希望主委 我們是從心裡面 在整個族群的融合當中 而不是嘴巴在這裡講 我希望主委你們能夠做到 那接下來我要請那個 原民會的主委 好 那個主委 主委我想前一段時間 發生兩件蠻大的事 一個是高金數美委員的質詢 我想你在現場都聽到了 其實我在現場 我聽了那個整個的他的講話 我在電視上看 我想你有感覺 我也一定有感覺 好 再來就是希望合唱團 被取消到大陸去表演 好 那我想希望合唱團 被取消大陸去表演 你站在原住民主委的立場 你跟陸委會去表示過 我們怎麼樣在這件事 可以再做努力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文化的交流 而且是孩子們 他就是唱了一個國歌 就被取消掉 那你在這件事 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我想希望合唱團 被取消到大陸演出 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情 對 你做了什麼努力 我們後來在 這個他們沒有辦法參加 大陸的演出的時候 我們在他們 我知道他要到歐洲去 除了這個以外 你們做了什麼努力 我們也對這個事情 表示非常的遺憾 你們有透過陸委會 去處理這件事嗎 目前是沒有 以後我們來改變 所以我想 主委 本席想知道的就是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要募款 給這個孩子們 去其他地方表演 這個對我們而言 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 但是 如果這個案子 涉及到兩岸 而我們沒有透過行政院 透過陸委會 我們現在跟陸委會當中 都是以讀不回 如果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依舊不處理 我在這裡跟你表示 嚴正的抗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高金樹梅當天的質詢之後 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原住民區 就是很多的高山 包括林務局 包括現在被登陸 林務局國有財產的土地 是有相當多 是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你要用多久的時間 可以把這些清理出來 我們每天講我們促轉 要轉型正義 那我不知道你要花多少時間 可以把這個部分整理出來 跟委員報告 其實傳統理議的調查 已經大致都已經完成 大概有多少 現在是要等 鹽豬民族土地及海 依法整個立法工程以後 才可以把這個 有依法依據來公佈這個 你現在整理的資料 可不可以一份給我 可以 其實我們在網站也都有公開過 已經公開過了嗎 對 這個我們 我請你再給我一份 書面的資料 我希望我們這一次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歷史 是不允許改變的 所有的歷史 是不允許改變的 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有改變的機會 就是歷史 不允許改變 所以我希望主委 能夠在這個部分上 能夠再琢磨 同時最重要的就是 任何跟我們原住民有關的 只要跟其他的部會相關 我們都必須要透過那些 各種不同的管道去做努力 好不好 好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陳昌明委員 請提示 只記 各位列席官員 各位委員 大家好 首先有請我們盟帳委員會 的林委員長 陳委員您好 議員長好 我坐在這邊 看到執行的時候 你們滿帶著笑容 非常輕輕鬆鬆 非常的愉快 那我想到以前 文藏委員一站上去的時候 都是愁眉苦臉的 泡聲濃濃 你曉得是什麼道理嗎 謝謝委員 我想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態度 我希望大家能夠 你講得很好聽 我說達賴喇嘛不見了 達賴喇嘛不見了 達賴喇嘛不見了 我今天看到所有民進黨委員 在執行的時候 都沒有談到達賴喇嘛 在所有以前的盟障委員 站起來就敲了三下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那我今天來請教你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我們委員會 所以要請你譴責中國大陸 對達賴喇嘛不公不義 要支持西藏的獨立 你敢不敢 我想達賴喇嘛本身 不是啦我是講你敢不敢 不要講本身啦我很了解啦 那早上開不就這樣開起來 所以 敢不敢啦我只問這樣嘛 勇敢的回答啦 大膽的回答啦 所以啊這個狀況 以前的狀況都很難現在狀況 完全執政要完全覆守 拿著民進黨委員 當時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天天做的結議 文藏委員要譴責台灣的政府 沒有對那個西藏的獨立完全制止 現在我們拿這個樣 我是遵循著民進黨 所有立委的意見這樣表達出來 你敢不敢 我還是要說明 因為在達賴喇嘛本身 他對於西藏是很獨立的部分 好過日子 他也有過一些看法 所以我們都尊重西藏人自己的想法 日子就非常非常的好過啦 這我心中感觸良多啦 站在這邊一朝代一犯的話 那個東西都不見啦 所以不要被表面的跡象所蒙蔽到 那我在一個論壇裡面 你看我對盟障委員有沒有關心 以前民進黨一直宰一直刪 都是我替你們保護的 所以你們才能存到現在 謝謝 所以這個想想論壇你曉得嗎 我知道 就是我們蔡總統有一個貓 叫做他叫蔡翔翔 所以大家用這個論壇非常的可愛 他講 說從高思博、劉雪瑩、蔡依蓮 當盟障委員會委員長 他的經歷啊 跟盟障所有的事物啊 都沒有任何的關聯性、專業性 形同政治酬庸 缺乏專業性的盟障事物 你覺得有沒有跟他們三個人一樣 我想我會努力的來選 不是啦 有沒有跟他一樣啊 我現在講批評人家一樣 我不能講你啊 因為你以前在直軟代購的時候 害我要講話 我就軟一下來了一點 但是你批評別人啊 你們不要亂批評別人 今天你們想想自己 我是借以前的事情來檢討 以歷史為例 所以我們軟絲港媒 包括仔細哉 包括民進黨朋友 你們分享過程就能了解 那我為什麼講這樣 我考你幾個問題好不好 我看你有沒有專業啦 我這種人很好溝通啊 我現在第一個問題 在大陸的藏族人士有多少 大概講一下 現在世界藏族總數大概有640萬 我講大陸的 我不講世界上的 呃 大陸的藏族人口628萬 不錯 有準備來了齁 這個要講實在 那在台的藏族人士有多少 在台的藏族人數並沒有很多啦 我這邊我看一下因為資料有一點多 在台的藏族639人 比較多了8 7個人齁 在蒙古的時候有多少人 在蒙古啊 我們在台的蒙古人數有466人 那蒙古人士有多少 蒙古人數是要看大陸還是看世界各國 我現在不講藏族 我講外蒙古 蒙古啊 我講外蒙古 蒙古有分做內蒙古 蒙古國人口300萬 好300萬 外蒙古的角度站在哪裡 你跟我講旁邊接鄰的哪幾個地方 呃 他有一些是那個蒙障的那個蘇俄的三個共和國 但是我確定 有讀有讀齁 有讀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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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齁 好的我要講 但是我跟你講 所以 這個回貓單位 民進黨的立委每一次碰到 一上台就是要把蒙障委員採除掉 採除掉 那今天我們看的地理裡面 像我就跟他們不一樣的觀點 像你說我覺得說不一定採 只是大家在這樣打鬧買媽 現在不見的時候 你可以好好的發揮了 不然以前在梦障委只要談到打鬧買媽會開不下去 你要曉得他站的角度 還有那個 帳子站的角度在哪裡 還有那個 外門口站的角度 他跟俄羅斯是連接在一起 其實這裡面有很好溝通的機會在 國民黨八年天天都被 在內政委天天幾乎被修理 沒有間斷過 現在我看起來修理的機會不大 但是我只要求你 繼續發揮正義 譴責 如果你沒有做 換我來譴責你 不支持達賴媽媽 不支持那個 這樣子的獨立運動 我要講這個故事給你聽 你不用回答 到時候齁 你就會了解真的問題 跟你點一下你就要知道了 感謝委員 要不要猜測 猜測的問題我剛剛也回答很多 因為自從 我看以後會改變了 不會猜測 因為我主張不猜測 我今天要發揮功能 你要不要跟著我轉 還是跟著你們轉 你們一定會 也會萎縮掉 我不相信民進黨很勇敢 我今天就這樣齁 我為什麼要一定跟你講這些事實 喊你了解你 我們是要做事情 不要亂批評別人 不要亂批評誰如何怎麼樣 所以還有些 藏傳的宗教活動 也要多多注意 謝謝 我是不可以跟你們說這些喔 沒有啦 我都會接觸喔 我都會接觸喔 我跟你說齁 你們不能亂批評人 亂講啦 好 謝謝 請回座 我等到為止齁 那以前那一本是寫得很好 我是這樣才解決民進黨 對國民黨的蒙葬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攻擊 委員長的攻擊 我要講這個我給你來行 現在發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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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委員好 欸 那個 欸 指揮好 委員好 你的NV的那個發音怎麼講 中文發文 宜將拔入耳對不對 對 啊 原字民話怎麼講 宜將拔入耳 那個是將還是樣 將 宜將 啊這有粗草的精神啊 沒有粗草 好 宜人在政法 所以我看到你殺氣騰騰的 好 不會不會 你是台大政治序畢業的嘛 對不對 宜人也是 那你很了解 原字民的歷史說四百年了嘛 超過四百年 啊 超過四百年 最實的是台灣的祖先 是 那現在在推動原字民的轉型進行 而且今年的8月1號 我們新總統蔡英文說要跟原字民道歉 那總統府裡面要成立原字民 那個 遵律轉型委員會 那我請教一個問題 經過幾個潮態 因為我時間很短 看仔細要不要多一點時間給我回答 荷蘭對不對 對 啊 再來咧 鄭成功 再來鄭成功 再來 呃 滿清 啊 再來 日本 啊 再來 呃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威權時局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要跟你們說這裡你們都亂說 我現在只問你一個問題 在原字民的時代 誰救原字民最慘 誰佔領原字民的土地最多 誰在列起原字民的資源最多了 在哪一個時代你講好啊 如果 因為高軍是沒從頭講到尾 那邊 如果是歷代政府的話 應該是日本政府 好 日本政府 你稱他為政府 他是這邊是日治還是日進 如果照你所要砍了嗎 是治理還是戰績 報告委員是外來的日本政府 哎呦 人家在這裡殺西米 我哪好家 你在原字民的時候碰到殺西米 你也轉下來什麼 外來的日本政府 那不就什麼 你們自己不不然你成立說原字民做政府 你說話已經在什麼 要把歷史的真相講出來才是真正能了解歷史 我看你做到政治畢業 政治系畢業應該很有眼光很有擔當 你年輕就做得那麼早 現在問到歷史你又不敢講 從日本為外來 戰績的所有為外來的政府 你原字民被欺負的那麼慘 你竟然這樣講話 看起來比靠近四美還激動 我們是被日本政府統治的嚴重民主 所以 我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 轉型正義 不要自以為是的正義 自以為是的正義 就不是一個正義 希望你把歷史的真相出來 不要去推偷 不要去講什麼日本的戰績的時間 你叫日本叫外來的政府 用新的名詞 民進黨看不上 就是叫做外來的政權 我覺得這個歷史 你們這樣在推敲 非常的遺憾 你們是意識形態在講這個政府 沒有很包容很寬容很了解真相的在講 好好檢討一下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再來兩分鐘 因為我一直存在的一個問題 從日記時代到現在 原字民七十幾年 每一次我看到所有大家問 都說原字民是弱勢的一個名字 政府七十幾年的政策裡面 真的容量是弱勢嗎 我想所謂的弱勢 是我們在人口上是弱勢 但我們有很多地方 也有很多我們的優勢 我覺得七十幾年裡面 我跟原字民的朋友非常要好 而且像兄弟一樣 原字民非常的陽光 非常的幽默 非常友善 而且能歌善 你以主委成立一個原字民精英 他們要去做外交官一定會做得很好 那種很自然的心態 我都在經驗在看 原字民佔據了幾乎在山上 他那好山好水好空氣 你應該要信念他們培養一種經濟勢力出來 讓他們在那個地方發揮 如果聽到都是要補助 我們很難扣啦 我們怎麼樣 所以 平地有些鄉鎮比你原字民鄉還要窮 原字民鄉的財政幾乎都是列為第二級 當然我們要照顧 但是你要學著他們自立自強 不要看清自己我就是弱勢民族 其實他們的才能很有好的表現 如果你們再這樣幹下去 我看原字民主委是要我來幹 我會帶到很多活力跟有創意 你有空的時候都要來跟我請教 雖然不會講原字民 但是我在山上繞了幾十年 我很了解 好不好 改變思維嘛 我每一次聽到都講我們很弱勢 我們要補助我們要怎麼樣 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讓他們有獨立的思想 讓他們自強自力 原字民的人才 真的真的非常多 比平地人還要好 只是大家沒有善於 發揮自己的優勢 覺得我原字民 第一次講 你是原始的機民 就要高人一等 要訓練他們這樣的觀念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子媳給我講了好幾分鐘 謝謝鄭委員的指教 謝謝 好 接下來洪中議委員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請我們盟帳委員會的林委員長 那個林委員長 洪委員你好 委員長好 委員長 我想剛剛有委員質詢 那本席也要強調一下本席的立場 本席支持盟族 支持滿族 支持原住民 支持新住民 只要認同我們台灣的 我都支持啦 是 這個是我支持的部分 那我想 剛剛有一個部分 本席 希望 你再說明一下 就是 你可能聽錯了 那個委員 並不是問你 知不支持 那個藏讀 你聽錯了 那我現在給你時間 你可以好好再回答一下嗎 好 謝謝 我想很抱歉 剛剛黃昭順 黃委員在質詢我的時候 他問我知不支持藏讀 你聽錯了 我把它聽成藏讀 所以這是真的是我聽錯了 甚至在這裡 也跟黃昭威順委員說聲對不起 也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的確他說的是藏讀 我聽成藏讀 好 那那個 委員長謝謝 那就先這樣子 我想 我怕明天那個記者 又寫了 這樣子 可能會誤會 的確是聽誤了 謝謝 好 那請我們那個 宜將主委 來宜將主委 來宜將主委 是藏騰騰 本席沒有感覺 反而殺氣層層的是陳委員 你有沒有感覺 不會 我想 如果站在 幫原住民 朋友 爭取權利 你衝一點 是應該的嘛 對不對 但是我想還是要站在 合情 合理 合法的這個部分 來執行 那 本席請教一下 就是在那個104年 原住民 綜合發展基金 到底是編列了多少經費 104年 這個詳細的數字 是不是我們請我們的處長 來跟各位報告 好 沒關係 還是 你可以請你的幕僚 提供資料給你 也沒關係 他們递字條給你 也沒關係 好 104年的 這個 綜合發展基金 我想 那個 質詢的時候 幕僚提供資料 趕快提供資料給這個 主委 是應該的啦 那主委 你可以回答一下嗎 委員要問的是 代放的額度還是 那個 大概的金額是多少 本席 手裡的一個數字是 117億 104年的 是這個數字嗎 有沒有這個數字 對 整個 綜合發展基金是 委員手上的資料 應該是去年年底的 整個基金的淨值 淨值嘛 淨值就是大概 117億嘛 那那個 你們那個 核帶的件數 有多少 呃 去年底 總共是 整個去年是 2131件 核帶了 5億3140萬元 所以這個數字 齁 本席感覺是偏低的嘛 以這樣子來講 是偏低的 那主委 你的看法呢 我想 我們在 改善 整個代放的 這個 這個 建數跟額度 我們來繼續努力 其實齁 我想 本席想講的就是說 很多的原住民朋友 因為本席住在彰化嘛 對 原住民朋友住在彰化的來講 他們是覺得他們在經濟上 是相較於弱勢啊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說齁 他們想要貸款 這個門路到底在哪裡 所以齁 從這個數字來看 這個是偏低的齁 那另外齁 那個主委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像 綜合發展基金 或是其他的金融機構 貸款過 你本身啊 你本人 我本人是沒有 你本人是沒有齁 我想齁 那個也是原住民朋友齁 彰化的原住民朋友 跟本席反應的齁 他們認為說齁 他們要在貸款的部分齁 他們會覺得 這一些貸款的機關齁 非常的不友善 你有接到這樣的反應嗎 你有沒有接過這樣子的反應 這個在很多地方我們都有聽過 但我們現在有很多相關的這個改善措施 包括我們的金融輔導員 金融輔導員 我們在各區都有一個金融輔導員 就是 呃 教導我們主人怎麼樣去申請貸款 然後讓他們知道 怎麼樣申請才會起得 比較適當的這個貸款 那個主委 那個其實本席手裡有一個 實際的案例齁 待會本席在會後提供給你齁 在我們彰化線齁 有一個原住民的教會啦 那我想教會裡面齁 有住了大概五十幾位的原住民朋友 那 這個教會非常的狹小 非常的狹窄齁齁 所以原住民朋友他們 大概大家共同想了一個辦法齁 就是希望說齁 他們要買土地 要蓋新的房子齁 但是齁 他們跟銀行來貸款 結果銀行不願意 到現在還不願意齁 那 這個案子 就是顯現出 我們原住民朋友齁 在貸款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啦 包括說齁 那個原住民朋友跟本席講的齁 銀行跟他們講的 是講說他們的收入 不足以償還啦 再來就是包括說 那個 金融機構說 原住民朋友齁 過去有繳席 延遲 延遲的紀錄啦 也有曾經被 強制執行 扣押的這些紀錄齁 就造成原住民朋友 他們在貸款上 產生了很多問題 那這五十幾位的原住民朋友 他們大家就一起要做聯保 結果做聯保 銀行也不願意幫他們 來核貸 那你覺得這樣的案例 對原住民朋友的權利 是不是需要多來爭取 我想如果洪委員那個案例 可以的話我們 我們就近了這個金融輔導演 我們來瞭解他們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看看有沒有一個解套的方法 讓他們可以做一個聯貸 來解決他們貸款的這個 我想這個會後 本席會提供給你 好的 那再來就是齁 另外我想齁 那個剛剛主委你一開始的時候齁 你也有講到嘛齁 那個我們蔡英文總統齁 他有提出九個 九個齁就是我們原住民的這個主張齁 那個 原住民的九大政策齁 那另外齁在第五個的部分齁 第五個的部分齁 就是 開創永續的原住民族經濟發展 那我想齁 那個 有談到一個部分齁 就是原住民族 互助銀行的這個狀況齁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我想互助銀行是 小英總統在去年參選的 這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政策 那過去 嚴明慧也曾經 也提出相關的這個方案齁 但是因為可能跟各部位的協調沒有做好 所以 未來我們會持續的來 落實這個 總統的這個 互助銀行這樣的一個概念來 我想齁 這個互助銀行就是 有剛剛跟本席剛剛質詢的做一個連結嘛 這個就是說 我們原住民朋友 在貸款的部分齁 真的是處於弱勢的狀態啦 所以齁 原住民的這個 互助銀行的成立 我想對原住民朋友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嘛 那 那 主委 5月520就職嘛 是 那 那個8月1號 是什麼日子 8月1號是 原住民主日 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 原住民日嘛 對 也是總統一定要 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跟原住民主道歉的日子 那沒關係齁 那 在8月1號那一天啊 你有沒有信心 原住民 原住民主的互助銀行 可以有一點點眉目嗎 你可以 是不是有沒有籌備處 可以在那一天 有一點點成績嗎 可以嗎 跟委 那個是不是也請我們業務單位 把我們最新的進度做一個說明 好 沒關係 呃 互助銀行條例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其實業務單位 都已經擬妥齁 那因為我們也清楚 呃 有原住民旗的委員 也有提相關的這個法案 我想 我們的條例 未來會在立法院 一起來做討論 不是 本期現在講的就是 8月1號 可不可以 有這個 援助民主銀行的籌備處 你們有沒有辦法 在這段日子裡面來運作 讓8月1號 小英總統齁 除了道歉之外 他還有一個可以接牌啊 這個利益不錯吧 我想我們 我們會後 來做一個規劃 看看你有沒有可能 在那個時間 可以搭配到那個時程 我想我們都了解啦 小英總統是支持 以及照顧所有的族群啦 那我想喔 本期今天剛好有機會來質詢你喔 也希望說齁 你未來齁 幫原住民朋友爭取爭議 特別是我們彰化縣啦 好 本期看到彰化縣的原住民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弱勢齁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洪議員 謝謝 好 接下來這個莊瑞雄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列席官員 我先請我們盟葬委員會 那個委員長 還有我們原民會主委啦 那兩個一起上來 小委員 你好 委員長好 你好 我現在看你的答詢 有夠用的你知道嗎 這個喔 有時候啊 有大將之風啊 但是有時候確實啊 這個答詢之間那個問 委員在問的時候 要小心 我是說你如果用到那個就行 突然跟我們放一個人 說這樣 支持藏獨出來 不好意思 其實 這不用不好意思 我聽不到 我的想法是說 我也想到是藏族 這個代表說你整個腦袋瓜裡面 所想的 念之在之啊 擔任這個職務啊 想到的就是我們這個藏族 這些好朋友 他們的權益 但是呢 我覺得很 本期覺得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 今天大家在問你 整個盟障委員會啊 那些人都在講過你知道 都在講古早古早的事情 委員長 光講這個委員長三個字 我就覺得很奇怪 在我的記憶裡面 會講委員長 你剛才跟蔣介石八大 那最大的 蔣介石這委員長 你翻開中華民國 社官分子裡面 你看這些官員裡面 委員長 我都衝得這麼大不簡單 在我們憲法第169條 那比較漂亮 169條啊 去講到說 國家對於邊疆地區 各民族之 教育文化交通水利 衛生跟經濟社會事業 應積極 舉辦 然後呢講說 預保障跟發展 本市場來就叫委員長 就是說 你第幾個字嗎 你知道嗎 委員長你算第幾個 抱歉這點我沒有追蹤到 你不知道齁 你第30個 第三十個 第三十個 你知道末代嗎 那個委員長不是叫你夫妻的意思齁 等一下就馬上到你 第一屆是誰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一個大軍頭 叫做炎錫山 三十個 三十個 阿六 三十個 那以前是這位國防部長 不然做到哪裡你知道嗎 做個行政院院長 你不要開玩笑 所以 這做委員長 你動作是比較簡單的齁 所以本市啊 在這邊啊 其實啊 有很大的一個感觸 我們在談的都是歷史 從我們過去不管是從 我們盟戰委員會的組織法 或者說我們的 那個 邊境的 邊區啊 的人員的一個任用條例啊 你從這些條文去看 他 開中民意就在講一樣東西啊 控制 從人員的任用啊 那個就跟我們過去的 憲法一樣 都要去反共大陸的啦 我看我們整個 蒙戰委員會組織法裡面啊 這當然已經應該是廢掉了啦 嗯 組織法 還沒有吧 應該是廢掉了吧 還沒有 其實組織法把我們 裁測掉 但是組織法還在 OK 你們現在那個 減任的幾個 減任目前十幾個 十幾個喔 十二個 十二個 嗯 你敢知道 你如果要 用到檢任 要有什麼人 你知道嗎 裡面要有什麼 你知道嗎 資格啊 因為我們檢任的這部分 剛剛我有跟各位報告過 至於說 它是一個組織嘛 所以呢 像我們的那個 幕僚單位 人事啦 這個 不是啦 我不是在問這個 原則 我要跟妳講的 是說 理論上啊 盟葬委員會 你要用到 簡單算很高的官 很高的官 那要有什麼 你知道嗎 盟啦 布啦 齊啦 裡面啦 你要做到什麼 盟長啦 副盟長啦 保安官啦 都統啦 被兵雜殺客 都要創過這個 你知道嗎 那也是家庭啊 都沒有辦法 我就知道 我們93年以後 我們93年以後 我甚至主委員長 我在問你喔 有人條例的 幹過盟長委員會 委員長這麼大的 有幾個是藏族的 零 藏族零啦 沒有 都沒有 盟族就有了 有一個 有 所以現在呢 我們 如果不是人家庭 我們就創一個庭 在那裡 要管 按照你們的組織法裡面 連那些盟長委員 你們每一年都要去試查 有到蒙古跟西藏去試過查的 請舉手一下 沒有 太知道 齁 姐姐你算大母的 你知道嗎 謝謝 你算穩健的 所以我不敢跟你接受 別人我跟他接受 誰會把他接受 但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說啊 這個我們盟長委員會啊 我們這個組織啊 其實 按照我們憲法第169條 我們要的是保障 跟發展 對 這個單位 我跟他看你說 盟 我們這個機關 要不要來做一個財政 我看你是樂觀其成 這是好事啊 這個朝野都有這個共識啊 只是有人刻意去挑動那個敏感的神經 那你不用差別 那你跟他講 你說不好意思喔 憲法最大 憲法說就是要說保障跟發展 就這麼簡單 好 謝謝委員 真的啊 但是呢 也是要再跟你問 我們去看到這一次我們在修整個難民法的時候啊 我反而啊 看到的是我們盟長委員會這邊啊 我們比較難有作為啊 是 其實我建議啊 不管是難民法或者國際法在修正的現在啊 應該你們先去做一個整理 了解個案的狀況 那 等到修法後 我看啊 你至少那個時候可以來盡速做一個辦理 你看現在尼泊爾跟中國政府 他們慢慢友好囉 他們友好以後啊 他會主動把一些 流亡的藏人 把他送回中國去 這你站在你這盟長委員會 一個委員長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組織 有這樣的一個機關 可是呢 你 任憑尼泊爾當地的藏人 沒有辦法去取得任何合法的身份 甚至於被送回中國 這處境是危險的 這個部分喔 盟長委員就會這邊 你也要去做一個示範因應 報告委員這個部分在難民法跟國際法 甚至於在 那個 移民法的修正的時候 我們都有參與 那至於委員所提的應該是說 滯留在台的這些藏人的人權問題 是啊 這個部分我們有叫委員所提的 一個一個案子 目前有十六個申請案 我每個案子都了解過 我們會主案來輔導他們 我給你看一張照片喔 相片給我看 左邊那個你眼部 我不認識 那誰 左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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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們把 這個 來 業務單位 來 那個我們 藝術單位 左邊那一位 十七市大寶法王 對啊 右邊這一位 也是十七市大寶法王 是啊 你倒邊吃邊 你不知道 讓你看這兩線 你不知道這個 應用 這個識別錯誤影響有多大嗎 你是在吃飽在身影 今年四月份 我們舉辦了西藏文化藝術節 對不對 你們要請哪一位 你們邀請哪一位 左邊那一位 你邀請左邊 還有多姐 蛤 左邊的那一位 現在叫做左邊 就是左邊那一位 現在叫做右邊 阿弟弟叫做左邊 對啦 對不起 你們為什麼邀請這一位 這一位誰認證的 你知道嗎 委員 我們是尊重宗教自由 我們尊重他們 都尊重他們幾位 而且並不是我們的 由我們來認證他們的 是啦 要謹慎 你明明知道 在我左邊 就是你右邊那一位 那個其實是 跟著我們 達賴喇媽 走了嗎 對不對 到處去了 你這個中國認證 你知道他們那裡有派系之分 那你把他邀請過來 這會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議 報告委員 呃 吳金庆列 吳金庆列 他不是 他是中國大陸那邊認證的 是 然後他也多姊 他是 夏媽媽媽認證的 是 所以當有派系之爭的時候 碰到這種問題 要特別小心 好不好 這樣我請 我們原明會主委 中文院長請回 主委 沒錯 我想來請教 這一次 我們屏東的 希望合唱團 受到打壓 就沒辦法去表演 我剛去講了一萬塊 我們立委安黨團 我們大家有去叫 蔡總統登高一呼 大家來做一個響音 其他錢的數目是不大 問題 我想問的就是說 當我們屏東原住民的小朋友 希望合唱團 他要去 希望他立這個經費 不夠的時候 甚至去中國封殺的時候 我看連教育部都幫忙 抽抽了35萬 你原本會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誤會 我們後來有跟吳孝掌握聯繫 他跟我們的說法 他們的出國經費 已經夠了 所以未來 如果他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 我們會積極來協助 我們隔天有做電話聯繫吧 主委啊 這個不能這樣 不能說別人夠啦 我們有親自打電話給校長 說他們還有實際的 那個切額有多少 如果有的話我們 我們原民會是前例來的 下次不要第一個時間點喔 就讓別的部會給搶走了啦 這個是表達你有沒有主動 去跟他們關心啦 我們有主動 隔天早上我們就一到早就打電話 跟校長 那個瞭解他們實際的需求還有多少 所以還是有做事啦 有有有 但是啊 有時候讓人家會感覺就是說 怎麼是教育部第一個 教育部當然也有關係啊 小朋友當然跟教育部有關係啊 可是大家會覺得 原民會怎麼神隱不見啊 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要特別去注意啊 後來最後一個簡單的一個問題 高雄市在上個月啊 去搬了原住民保留地 全力的一個回復狀給60位原住民 差不多100公頃吧齁 對不對 差不多對 那你今年7月到10月份 原民會開始要查核原民的 我們原住民朋友的一個租地 該還的確實要還嘛 但是如果像我屏東啊 不管是跟坊山 或者坊寮跟春日的交界那個地方 你很多在土地上面本來就有人合法使用的 你怎麼辦 這個案是不是請我們 對不對你怎麼辦 因為這個個案我還沒有接受到 原住民朋友的 該還給他的土地 我認為都非常合理啊 那可是如果現在 那合法在使用的 非原住民的 那你要怎麼處理 研究一下好不好 各位人報告一般如果那個非原住民他在使用保留地是有合法的權源 如果他的土地變成是 你在講的部分我相信是以前不是原保地的 後來就是了 後來變遜 那我們的法令規定上我們會保障他的承租權繼續承租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部分不會影響到 他在採法 那有一些是占用的 現在國防部也在 也在 也在行送當中 那如果都不是 你剛剛講說有一些合法的部分 如果他上面使用也合法 他土地的地權也合法 再轉到原保地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保障他的合法權利 還是給他繼續承租 不會所以影響就對了 不會不會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趙天麟委員 好 謝謝 我們先請這個我們一將主委 主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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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新人新政我們對原住民委會充滿期待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我們過去所觀察到的一些急需改革的問題 在這邊提出救教 也希望說新政府 包括新的主委跟新的團隊 一定要在這裡把過去我們認為有一些做得不夠好的問題 要來一以解決 好 以下我來跟您做一些提醒 首先呢 這個原住民委員會 在民國102年到105年 光是這幾年之間 監察院調查的案件 就高達了26件 其中轉為正式的糾正案的 就高達9件 這9件裡面呢 我們在這邊有列在這上面 字比較小 我稍微念給你聽 包括裡面有所謂的 沒有經過評估 就做自來水工程 做完了以後 結果沒有居民願意去接水 所以白花了這個錢 效益很低 那也有呢 包括說 在辦理周祖文化傳承的計畫裡面 沒有辦理經濟效益評估 然後沒有研理完整財務計畫 所以也失敗 然後呢 也有包括說 甚至有涉入弊案的 裡面採購人員主任秘書專員 被司法判決確定 然後呢 也包括審計部發現 蘭嶼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執行率偏低 也有所謂的 這個弱勢家庭學生客戶照顧 未積極連結 沒有整合沒有分工 各自為政府 成效不彰 等等啦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監察員都已經調查後糾正在案 那這裡面可能是內部問題 也就是說原民會內部繼續整頓 這個部分 新人新政來 我們希望不要當作沒有看見 因為 那您今天的報告寫得泱泱沙沙沙 每一件我都支持 每一件我也都很期待實現 但是如果照過去的這種績效 那我就會很懷疑 會不會又 都是文字遊戲到最後沒有辦法落實 好吧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呢 我們想要提的就是說 不只是過去內部有這個問題之外 我們認為馬政府在過去八年裡面 基本上我幾乎都可以做一個結論了 對原住民的權益 真的是漠視到極點 我們在這個依照 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 國家肯定對於文化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的語言跟文化 所以我們有訂定了 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原住民族基本法呢 這個是依照憲法所賦予 它必須要訂定的專門法律 那它的辦法也就是執法令以法律定之 所以不能只有母法 執法也非常重要 那可是呢 我們卻發現說 它在這個母法裡面的 三十四條第一項明定 主管機關要在本法施行後三年內 依本法的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 可是它施行了到現在已經超過十年了 我們仍然還有許多的執法沒有訂定 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執法的部分 我們上面都有寫 包括說我們看到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 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理委員會組織法等等 相當多的執法 已經根本就釋母法於無物嘛 就是說 說三年內 現在都超過十年 十一年了 還是沒有訂定 那這個部分 我在你們的這一次的報告裡面也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要重視 這個是憲法要求的保障 我們也有母法了 但是沒有執法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施行的 空有母法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部分 那我今天要特別提醒的是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因為你們這一次的在報告第十六頁裡面 有特別提到 要深化民族教育內涵 維護民族語言文化權 我看到你們的執行辦法裡面 大部分都是執行面的 譬如說怎麼加強教育 怎麼連結教育資源 怎麼強化文化的語言的這些訓練 這一點都OK的 但問題是這個法律很重要 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甚至都認為 我們需要把它提升成為 叫做國家語言發展法 就不只是在原住民基本法的執法 要把它拉成這個國家語言發展法 但問題是 馬政府一上台之後 可能基於意識形態 他認為說不想要讓其他的閩南語 可能客家語 原住民語 變成好像是台灣的 都是國語 然後呢 可能強化了台灣的主體性 本土化 所以他把這一點他否決了 行政院否決 可是你否決了 這個母法OK啊 你得回到原來的原住民族 語言發展法的執法 你要繼續把它擬定下去啊 否則的話 現在根據這個調查 原住民族目前認定的16族裡面 光是這個極度危急的就有五種 包括撒奇賴雅族 格馬蘭語 少語 沙阿魯阿語 卡納 卡納 傅語 塞夏語等等 已經是被列為極度危急 即將要滅絕的語言了 有九種語言非常的脆弱 嚴重危險 被南語 布農語 阿美語 州語 魯凱語 達悟語 台灣語 泰亞語 泰魯格語等等 那我們看到說過去的政府多麼的不重視 他不處理了國家語言法 也不回頭處理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到了上一屆都要結束了 馬政府馬英九都要下台了 才在104年的9月14號韓報行政院 然後呢 什麼時候才送來立法院呢 到這個去年的11月27號 都快休會了 大家到回去選舉了 他來送進來 當然連審都沒審過 這次你們又有送進來了 那但是我們希望下個會期 要能夠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想先請教您回應的是說 第一個 對內部績效的整頓 第二個 就是對於這個原住民族的語言的 這樣的一個保護法 現在你們已經送進來 可不可以宣示下個會期 列委員你們的優先法案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關於這個部分 我想第一點關於監察院的糾正案這個部分 的確 過去一個月來 我也看到很多相關的公文 是跟監察院糾正案有關的公文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整個再重新做一個盤整 看看監察院的糾正 該我們檢討改進 我們積極來檢討改進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至於原住民族基本法 要我們制定的相關自治法 要在三年內要立法這個部分 有很多很爭議的方案 的確過去十年是因為我們各政黨的這個 思維不太一樣 所以導致我們整個原住民族自治法 以及我們的原住民族土地海義法 都後來都借其不犧牲 這也是事實 所以未來呢 我們要遵照總統的很重要的原住民族 政策九大主張來落實這個部分 那最後關於原住民族 語言發展法的部分 目前我們的進度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行政院要我們檢視已經送到 立法院的相關的這個 法案的這個草案的部分 目前我們本會是傾向把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先撤回 重新做一個檢視 再送到大英來做一個審議 好 這個我們支持 因為我們有在探討 很多都是過去舊政府延續下來的 直接沒有檢討就送進來 這可以 但請你不要撤回之後 就冰到冰箱去了 不會不會 要再趕快送進來 當作優先法案 那我也要幫原住民委員會 教區一下 你要想想看喔 為什麼說馬政府 根本就不重視這個權益 其實原住民族文法 94年制定公佈之後 他就有規定說 行政院長親自擔任 那召集人 設置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 跨部會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你們被糾正的那些案子 很多 其實也不是原民會不願意做啦 跨部會不理你 你人員少 預算少 甚至人家不重視少數民族 如果說過去的政府啦 那你當然很難推動啦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有多嚴重 他整個設置要點說 每四個月要開一次 你知道過去十年開幾次 九十五年開一次 一百零一年開一次 一百零二年開一次 三次而已而已啦 這個我沒有注意到 然後後來更妙了 一百零三年 反正就想說 根本就不會想要開 他給他改成說 每四個月召開一次要改成 是需要召開 就等於是不用再開了啦 所以在這一點 是不是在行政院院會 你願不願意承諾 要求現在林全院長 他是召集人嘛 法定的 請他回來恢復 每四個月召開一次 認真的跨部會解決這個問題 要不然中央政府不支持 行政院不支持 都讓你們原民會被黑鍋 被糾正被調查 不對的 可不可以再做個宣示 我想我們一定要按照 這個宣會通過之前 應該要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 好 請儘速恢復好嗎 好的 好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請回 我想請向這個 盟戰委員會林委員長 我只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您而已 嗨 趙元好 謝謝 因為現在這個組織整病 看似在必行 是 那所以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因為現在是編列預算 在你們內部的時間 下個會期要送進來立法院 是 你們下個會期還會把 預算送進來嗎 我們還是會送過來 因為目前組織再照尚未完成 所以我們還是一個行政院的組織 是 那你到底有沒有預判 大概什麼時候會整病完成 我們會配合行政院的期程 因為行政院它有整體的考慮 這牽涉的不是只有盟戰會 還有其他的部會 所以至少在今年下半年 我們在內政委會還會審到你們的預算 預算還是會送出來 還是請委員多支持 是 好 那我們那時候再來探討 但是這個期程跟時程 當行政院跟你們有溝通出一個 期程的話請跟我們大家 讓我們了解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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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國大使委員 主席有請原住民族文化系列基金會的董事長 主席有請原住民族文化系列基金會的董事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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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訪問 我今天在訪問 你今天在訪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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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今天在訪問 很抱歉,委員不是很理解內容 我印象中,我們的年紀相反,相去不遠,其實我們都是失落的一代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我們都已經不太會講我們自己的語言 那我的族語其實也不是頂流利頂標準 有中文的腔調,老人家說每一次我很努力的想要講族語的時候 老人家就說我的族語都少了鹽巴,就是沒有味道的那個意思 可是我還是很努力的想要把我自己的語言找回來 那作為原委會的董事長,那您剛剛是講說您不太會講或是說族語嗎 我跟大家翻譯一下,就是說我剛剛講的第一句話是說 既然我們兩人都是阿蜜,那何不我們來講我們的族語呢 接下來我們的質詢就用族語進行,好嗎 但是你剛剛是講說,你可能不太會講嘛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會講了我們這個世代 那作為原民台的董事長,原民台的執行長 我不曉得執行長會不會講,稍後或許可以請教他 那不會講族語,實在是說不過去 但是呢,是可理解的 因為我們這一代,我們被我們的制度強害 沒有辦法說我們自己的族語 那所以也正是因為如此,製作族語的節目 然後透過我們自己的媒體來傳播族語 讓更多人聽見族語是非常重要的 您同意吧 非常同意 一百年前日本人來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原住民的媒體 那1945年中華民國來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自己的媒體 連我自己小時候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老師還要處罰我,說你不可以講方言 到2005年的時候,民運黨時代創設了原民台 我們開始使用自己的語言來播新聞 那您認不認為原民台的節目裡面 主語新聞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非常重要 這也是凸顯我們原住民族電視台 跟別的電視台不一樣的地方 原民台新聞部一年的預算有多少 新聞部的部分 對,新聞部 業務費的部分大概兩千多萬 兩千八百多萬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到原民台的新聞部 部的預算 兩千八百多萬 但兩千八百多萬裡面 有足語新聞的比例大概佔多少 有兩千多萬裡面多少錢花在足語新聞 足語新聞應該就是 足語主播的人士的費用 還有去做專題的費用 您曾經是北南竹花環學校的執行長 對吧 或是這個籌辦的負責人 對,籌備處的 籌備處的 那您是原民的教育專家 您當董事長之前 原民台的有關於教育文化方面的議題 還經常採訪您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尊敬您 因為足語的教育 足語的節目 尤其是足語主播還有用它的足語 來產視該足觀點的新聞 是很能展現原民台主體的 那結果您現在帶領的原民台 新聞部兩千多萬大概有多少用在足語 您可不可以再清楚的說明 你該不會三年了你還不知道 兩千多萬裡面用在足語的比例 大概七百萬左右用在足語 七百萬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原民台 公共電視的這個新聞的比例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再下一張 我們會看到原民台的新聞部 如果拿公共電視的新聞部的預算來比 我們會發現說 原民台除了行政管理的費用之外 比例比較多的是這個行銷費用 行銷費呢大概佔總預算13% 那我們來看公共電視一樣是做行銷功夫 它跟新聞部的比例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新聞部兩千多萬裡面有七百萬是用來做足語 但是整體來說看得出來整個原民台 或原文會預算結構的比例 就是行銷的費用會遠高於這個新聞的費用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們還有做補助 這我當然了解 可是我要問的是說看起來 我們對行銷部還蠻不錯的 行銷部一年的預算裡面高過我們的新聞部有6% 行銷部一年的預算除了做文化補助 還花多少錢來做足語新聞的行銷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文化行銷部 我們並沒有放棄過去原文會的業務 也就是說我們從103年度開始這個承接原民台之後 我們原來的文化還有藝術語言方面的計畫 包括補助的計畫我們都還是繼續在進行 對啊繼續進行 但是我現在問的是說行銷部 有沒有為足語新聞行銷啊 當然有 做了什麼 不要假掰喔 做了什麼 頻道包裝有一些專題 我們會請文行部的幾個做屏包的做一些 多少錢 詳細的數字的話我們來做一個整理好嗎 董事長主語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非常重要 你當年力推讓董事會通過的人事 我想請問一下執行長 執行長你會不會說主語 報告委員 你可不可以用主語再自我介紹 如果說我們的主語不是很順暢 其實我也聽得出來喔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的主語也可以的 你的主語也可以的 那我們這個世代不會講主語 但是呢如果不會講主語的主管 他會知道如何挑選好的圓明台的主語主播嗎 我們主管們 我相信我們主管們都很努力在學習自己的主語 2013年喔你們接手之後 面試的時候篩選掉一些員工 包括主語的主播 面試的主管不會講主語 或頂多會講KK的主語 跟我一樣 你們選擇讓一個主語主播留下來 或叫一個主語主播滾蛋的標準是什麼 我首先想要澄清的就是我們 承接員面談我們是用面談的方式 我們不是做篩選的動作 對啊 那很好啊 面談你們面談了什麼 有沒有問他主語啊 因為有一些原來的主語主播 他們可能有自己的考量啦 對所以有一些主語主播 原來在公共公視時期的主播 並沒有到我們原委會這個時期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強迫他們來 我很了解他們啊 董事長你不要騙人 有些人是想留下來 他莫名其妙地說 自己從來沒有被考過主語 他說他不了解 不會講阿美語的人 不會講其他主語的人 葛瑪蘭語的人 為什麼可以開除他 他沒有得到一個合理的原因 請問你們挑選主播的原因是什麼 阿美族的主語主播 還是現在的葛瑪蘭族的主播 不會講阿美語或葛瑪蘭語嗎 我是說在三年前 你們挑選主語主播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其實不是在挑選 我們其實是在面談 你們面談的標準是什麼 當然要考量他的專業 你們問了什麼問題 因為跟委員報告 我當時沒有參與這個面談 執行長有參與啊 你要不要說 你們問了主語主播什麼問題 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時在面談的時候 其實我在市場沒有發太多的問題 因為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的主語主播 其實是全數那邊 但是有一些主播 他們本來是派遣的 我們有問到他們說 我們現在 我們希望派遣變正式 我舉例來說 葛瑪蘭族還有阿美族的主語主播 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離開的 而且這兩族 阿美族因為剛好 有阿美族的主播兩位 葛瑪蘭族的主語空檔了多久 我們沒有時間聽到 我們再來看 人民台的主語新聞 現在有三族還沒有主語新聞 這三族很難找 我可以理解 我們再來看 根據我們 你給我的資料的統計 104年 主語新聞365節 代班的時間有29次 也就是說 我們的觀眾 在沒有跑馬 沒有預告 你的節目表提出來的之後 完全沒有預告的情況之下 主語主播就突然換人了 人不是鐵打的 主語主播會生病 會變老 他有婚傷喜慶 他要休假 但是在過去幾年來 我們有沒有花多少的預算 來培訓新的主語主播 或是代班人 我們有沒有 代班其實是原來的主語主播 對 報告委員 我們一直在努力培養 新一代的這個主語主播 尤其 年輕一代 就是我們剛剛很關心的 年輕一輩的族人 其實講族語的能力 其實在減少當中 這個也是我們很關心的地方 那主語老師會有代班的狀況 其實是 有一些主語老師他可能生病 或者他出去做專題研究 需要有人代班 這個是在沒有辦法避免的情況底下 我們才使用 最後董事長 我要跟你討論的是 經營的政策 經營的方針 其實我們不是要討論這些個案 這些老師其實也沒有來找我求情 還是說什麼 都已經過去了三年了 那我們這個圓文會經營的圓民臺 做我們奮鬥那麼多年的第一個 如此驕貴珍貴的媒體 您是如何看待我們的族語的政策 您的態度心態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今天想要跟你討論的是這個 那過去三年我自己認為 我主觀地認為 你們可以不接受 我認為圓民臺走偏了 是令人失望的 你們自己再去看現在給族語主播 或族語新聞的工作的時數 給他的條件 給他的薪水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那我們當然對現在的團隊 你們的任期也快要到了 我們只希望說 新的董事長 執行長或台長 是可以走回正規的 謝謝 謝謝 我們是不是休息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中午是不休息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抱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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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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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